泰安邏一直都是夜市之称 但最近也加入了不少的新店 今次記者就實測用150元 看看可以吃到多少東西了 出發 老兄台就是泰安邏的新成員 開了一個半月左右 主打了六款口味的地瓜球 其實它本款的地瓜球都是超大顆的 原因就是老闆特意訂了一個尺寸 所以其實它的地瓜球比坊間的大很多 一顆的地瓜球可以抵達兩顆 口感也是硬硬硬的 但中間你看到超硬硬的 泰安邏另一個名物就是雞蛋仔 這間雞蛋仔很特別的 它除了圓形之外 它也有一些濕滑的形狀 每份都是積繭積繞的 很脆的 然後就來到這間店 開了半月左右的店 然後就點了這個手打檸檬霸王杯 這個一粒 其實也挺划算的 因為它真的超大 你看它完全比臉大 就兩個朋友這樣 也挺划算的 最後就來到泰安邏的名店之一 魚蛋佬了 我還有最後七元的預算 今天我就買了這個七元的魚蛋 它就是獨菇一味 就是一種汁 它的沙爹汁 絕對是這間店的精髓之一 現在天都還沒黑 但是已經有很多人在這裡排隊了 總結來說 我今天就用了150元食裝 和這間店的食物 所以在泰安邏 現在是一個宿街的好地方 其實香港人如果想體驗夜崩溫的話 仔細留意一下 每一個小區 可能一早都已經有夜崩溫的傳播了 接著我